前首相纳吉又打出律师生病金牌 审讯再次成功展颜 但这次法官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上诉庭原定于 今日临审纳吉要求控方 提供与一码公司案相关文件的上诉申请 为纳吉的首席辩护律师丹斯里沙菲 一向法庭告病假 导致今日的临审被迫展颜 不过沙菲仪的病假单上 没注明他患上什么病 引起法官询问 线上开庭后 沙菲仪律师团队的其中一名律师艾尔法 告诉三思 他被告知沙菲仪在今早午时 许感到身体不适 在八时许前往诊所看医生 医生向他发出了病假单 上诉庭三思之一的阿布科卡 对此询问艾尔法 法庭收到的病假单病 没有著名沙菲仪的病因 沙菲仪是患上了什么病 艾尔法表示 由于近日来沙菲仪律师事务所 有数名职员生病 因此相信沙菲仪是被传染 正在发烧 他说 由于沙菲仪无法在今日出庭 因此要求法庭批准 展颜今日的临审 在经过三思讨论后指出 由于沙菲仪身体不适 也已经提成病假单 加上控方没提出异议 因此上诉庭批准展颜今日的临审 并择定明日进行案件管理 以择定新的临审日 经常睡觉到一半时 突然被清真似的可兰精 吵醒该怎么办 一名大胆的男子 竟然闯入祈祷室 强调念诵式的麦克风 安邦站布兰一间祈祷室 于日前 在进行黎明讲道时 一名男子布满教师 通过扩音器广播讲道 闯入祈祷室 抢掉麦克风 根据报道 这名闯入祈祷室的男子 也被警方逮捕及扣留 安邦在野警区主任 莫哈莫法鲁克助理总监说 嫌犯34岁为本地人 在安邦区一家货仓 当看守员 被查悉 有两项罪案前科 分别为毒品案 及刑事恐吓 他说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 第298条文 故意伤害他人宗教感情 以及1956年 轻微罪行法令 第14条文 进行调查 尽管民众被清真寺和祈祷室的扩音器广播干扰 感到无能为力 然而 雪州宗教局JICE表示 该局已向州内清真寺和祈祷室管理层发出指示 根据2017年的指示 清真寺和祈祷室禁止在讲座中使用扩音器广播 该局JICE总监拿督 莫哈莫古沙兹汉发表文稿说 雪州苏丹殿下曾于2017年10月16日预令 除了祈祷召唤和颂读可兰经 雪州清真寺和祈祷室使用扩音器广播 讲道或讲座 不能超出清真寺和祈祷室范围 该局也在同年10月23日向州内清真寺和祈祷室发出上述指示 他表示 该局将援引1995年雪州伊斯兰刑事法第12 A条文 以调查有关方面是否违反殿下的预令 墙头草去到那里都是死路一条 不满在党内遭打压与被诅咒 行动党五人宣布退党并加入马华 该党支部主席苏宗文与支部妇女事务秘书吴晓琳 今日率领另三名行动党党员 在马华李承叶的见证下提交入党马华表格 苏宗文指出 本身于2014年加入行动党 2016年获推举为新版支部主席 为已于本月8日退党 慈涵已提成于行动党一保总部 今日正式加入马华 他说 加入行动党后 长期被领导层打压 尤其最近还被某名行动党议员的助理 在WhatsApp一语音讯息诅咒 而事实上 本身并没有得罪对方 所以决定退出行动党 他表示 行动党在2018年大选执政后 不但元老被排挤 连拉曼大学也被攻击 令许多基层难以接受 所以 他也觉得 既然大家理念不一样 留在党内 已没有意思 另外 吴晓玲说 最近 他被某名议员的助理 骂到好像狗 指对方的行径 十分过分 所以 最好的途径 就是辞职 跟以上五人 不一样的是 有原则的土著 权威党副主席 拿督哈密达 应不满该党加盟前首相 马哈迪创立的马来阵线 而宣布退党 哈密达今天宣布 将辞去土著 权威党的所有职务 并立即退出该党 他说 之所以 做出了上述决定 因为对党领导层 决定加入马哈迪的 马来人主导的 新阵线祖国行动 感到失望 他认为 该阵线是马哈迪的 又一个权威把戏 不会持续太久 哈密达 在记者会上说 他们的口号表面上 是团结马来人 和伊斯兰角 但这不过是在 欺骗人民的老把戏 我不想再和马哈迪 同流合污 也不想背负着青蛙 与贪图政权的罪名 以证明我是一个 愿意背负自身种族 宗教及国家的 公平与真相的人 他指出 辞职后 暂时不会加入任何政党 也不会参加来届大选 行动党陆兆福 早前应发表火箭不排除 和巫统合作的言论 引起人民反感 陆兆福今日再次强调 政治上一切皆有可能 但行动党并没有 与巫统谈判合作 他敦促党内通知和支持者 不要紧张和担心 因为行动党 目前不与巫统会谈合作 陆兆福昨晚在秘书长 上线直播节目中说 我只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回答说 政治充满了可能性 第十五届大选结果如何 目前还是未知数 所以不能排除任何的可能 在目前这个阶段 即将面临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而我们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我们与西蒙站在一起 陆兆福保证 他将以西蒙和行动党的立场 面对大选 而行动党在大选的对手 就是国阵 与国阵是敌对的 大多数的对手来自马华 没有所谓今天 我们考虑与巫统谈合作 这个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 此外 陆兆福也促请读者看新闻 不要只看标题 而是看内容 来了解他的言论 感谢观看